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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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隧道里比较昏暗 所以有些坑洞会看不太清楚 所以刹车要喊着 要出隧道了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下坡 下坡时不是因为每一车就压到对象去 有时会因为疏忽而撞到对象者 大雪山因为属于正央带所以隔矿都不是很好 在过完时要注意路面的情况 因为对自己车机有一定把握 所以过完时可以不用按太多的刹车 像这种情况就要减速注意 因为是走完又有车 我自己的观点是下坡如果在安全的方向内 越快滑完是越好 因为可以减少被冻上的固件 不然起雾变得很冷 视线也变得很差 如果对象的车没开灯很容易撞上 就像我刚刚压过水溝盖打滑差点走到对上车 打滑其实就让它滑就好 不要把刹车按死 像这种前方车开很慢能超的话尽量超 还好这次滚台时装GP4000有一定能抓地力 GP4000是偏比赛型的滚胎 并一般滚胎跪了一倍 终于到三脚下了 结束近年的骑乘 今天要去谷关 依然会先经过东西比较热闹的地方 前往谷关的路上有点起 谷关来回70公里 地形就是山塘下下 银岳也到谷关了 谷关有很多温泉可以泡 但都便宜 记得左前方还有大宗石可以泡整个 谷关的排骨到了 东西横关公路有成综横 是台湾第一条串连东路与西部的公路系统 近年来因为图石崩塌而限制通信 再往里面走就是综横关关之战 一般来说是个给著名或者是工作需求的通信 遇到通信证才可以通过 刚好我都在家里忘记带出来 所以到那边直接吃饭 这几天台中的天气都很飘忽不定 照样温度变化很大 在衣服的学生上有独家可口温暖 灰尘沿着大人行一直往东西 遇到一起骑车的车友 基本上近战就是云虎有绕 因为迷信道路在修路所以走产业道路 这边一开始就是一直抖 抖到山上 狗狗 突然有小黑衝出来想要咬我的脚 在乡下遇到这种情况有三个办法 第一个是 不要离他 第二个是加速 或者是拿旋骨器来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离他 因为离不离他他就也不会离你 终于下坡了 那整段路面 情太多 可以逢多 有时还要注意对象 因为昨天晚上下过雨 所以路面有很多的树叶和树枝 我的车是Skaz Skaz本身是做3D车的 所以对这种连坡路面有几箱的适应进行 通常这种采线道路都很漏 我又是第一次骑 所以下坡都要很舒服 如果摔车的人收藏还好 车子收藏就很紧 毕竟我这一台车 许给你比赛都靠他 即使这样对于双手还是有极大的负担 所以摔摔手继续下坡 有人问说你骑车是为了什么 我陪他说骑车可以训根心肺 还可以论练身心 最重要的是可以看风景 如果能进军职业或办职业队伍 但是最好 他在问我说都不会想做其他事情吗 我回答 几乎每天四点半起床 五眼多出门 夏天赛 懂电动 或是在家踩台去往外跑 其实已经很习惯这样的生活 有时候身体已经超负荷了 但心里觉得还想骑 所以就会很痛苦 脚好忍哦 水全部溅上来了 得赶快下去 但近一年学习到如何科学化的区别 8T能电风流在比赛场上 这边右边是回照学舰 左边会下大浦 我的路线是进到大浦之后走台三线回去 这时看到狗牌已经改不起 所以只有最安全的路线缓冲一下 比赛大浦是身为一位行车最基本的礼貌 因为我跟他撞持费的决心 终于下到大浦 每年为我服务草苯原寺 但我们一片心情停下来 因为我七个四个小时 只有两包小时 难道晴一下 那不是什麽 軟燙 得乾淨去買東西還是吃 不得不說每次草莓機大門都有很多人 感覺大家沒有因為疫情而減緩對草莓的熱情 但防護還是要做好 不要再讓疫情擴大下去 三線右側內山空腹 地形以秋吉地為主 對於山區的交通 經濟觀光武器 農業發展幫助非常大 每年環台賽第三站都會走這條路 這條路 剛剛經過昨晚準備要回董事 終於又到家了 其實騎到這邊有點黃色 有看到紅燈但少忘記按煞車 知不知不知覺得沒有操作Yunkie Life 相信那無有無慮的Hotify 如果她一直回到家了 每次都會感覺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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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 たらたた たらたた قcera What GAME OVER